第六版四十一集 斩浪 海洋广阔无边 蕴含太多的神秘 有机遇也有风险 此时黄金海象是暴动起来 若目所见 全是滔天的巨浪 一道道接近百米高的巨浪 壮观无比 但是壮观之下 足以爆发出毁天灭地的能量 这是换在了地球上 这恐怖的巨浪登陆陆地之时 就足以轻而易举地击杀 数以亿计的人类 北风抬头看向了迎面而来的巨浪 船体颠簸 但北风却丝毫不动 光着脚站在甲板的最前方 脸色平静 呼啸而来的海风 吹拂起北风衣衫的边角 烈烈坐下 一根根乌黑的发丝 披伞在背后 天空乌云厚重 一滴滴豆大的雨水洒落 不时有粗大的雷霆一晃而过 照亮了整片天地 但是却没有一滴雨水与海水 建落在北风身上 所有的海水雨水 都在进入北风周深半米之时 就被北风的气血击溃 蒸发 与这巨大的海浪比起来 北风实在是太渺小 不知一提了 这一艘船坚固无比 动用零食为能量 平日里轻而易举的 就能突破几倍的音速 但现在 在这起伏不定的海面上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只能够爆发出来四倍音速 而要是按照这个速度 可是追不上仙灵鱼的 北风此时下令 让旅部全力开启船的全速 不用顾及任何的影响 船体与巨浪快速地接近 不过熟悉 船体已经到了巨浪下方 高达百米的巨浪 越寒不知道多少吨的海水 哪怕这艘船坚固无比 但是以这么快的速度 撞击在巨浪之上 也是对船体的一个巨大考验 均不见 哪怕是地球的飞机 采用特殊合金制造 坚固无比 与一只小鸟迎面对撞在一起 也会被血肉之躯 撞出来一个巨大的凹痕 此时数十丈庞大的船体 以近乎十倍音速的速度 撞在了汹涌而来的巨浪上 这简直就是石破天惊 巨大的海浪已经覆盖了船体 上方的海水也要砸落 覆盖而下 揽月市 水空机 北风的手中 不知何时浮现出来一把猙獰的武器 不似刀 不似剑 但是一眼看见就让人胆寒 北风像是没有看见面前的滔天巨浪 脸色从容不破 临近巨浪不到十米时 北风动了 这一动如同前龙出冤 整个人站在甲板上 轻轻抬起手中的兵器 猙獰的锯齿蹦射出了乌光 如同责任而逝的鲨鱼 北风一箭斩下 雄厚无比的气血注入兵器之中 整柄剑身迸发出来 比周围黑暗更加深邃的乌光 北风脊椎如龙 蹦射出了恐怖的力量 让北风全身的力量粘微了一股 惊人的锋芒 从这柄剑身上传来 剑刃所过之处 空间都被切开了 轰隆 一道剑气蹦射出来 向着前方近百米高的巨浪斩去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巨浪直接被一分为二 厚重的巨浪中间 露出了一道 宽达三四十米的通道 这一幕震撼无比 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天灾面前 个人的力量 能够强大到这种程度 一箭展开了近百米高的巨浪 让厚重的巨浪一分为二 透露出了一条 接近千米的通道 船体直接行驶在 被北风一箭展出来的通道中 通道两边是高高的巨浪 这一幕看上去唯美无比 不过一眨眼 以近乎十倍音速的速度 船直接从分开的巨浪之中穿过 当船重新出现的巨浪之后 分开的巨浪才轰然崩塌 砰 一道巨大的乍响回荡 分开的巨浪合拢在一起 两边的海水 不断向着对面倾泻而下 两两相撞之下 这一道巨浪直接崩溃 消散于无形 北风没有过多关注 武者修行到自己这个地步 已经很少有天灾能够击杀了 除非运气实在不好 才有可能横死 北风把注意力 放在了不远处再次涌来的巨浪上 这一次涌来的巨浪 已经超过了百米 但是北风还是如同之前一样 轻飘飘 看似不用力的一击 直接就把巨浪一分为二 压制越来越严重了 周围的天地灵气 也开始暴躁起来 北风皱眉 原本压制了自身三成实力 现在呢 却已经压制了自己一半的实力了 不仅如此 周围的天地灵气 也是暴躁起来 不适合吸收 也就是说 不能依靠空气中的灵气 补充自己的消耗 一次次的斩浪 船的速度一直没有停下来 北风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挥出了多少箭 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距离黄金鱼有多远 天空之中云层很低 空气之中密布着大量的电粒子 随便抚摸一下衣服 都能够看见衣服上闪烁着那一道道的静电 轰隆 震耳欲聋的声音 在北风不远处乍响 海面上直接出现了一个直径上百米 形成了一个碗状的凹槽 一大片白茫茫之中 带着隐隐金色的云雾声唐而起 赫然 是方才一道雷电落下 直接一击气化了方圆百米的海水 雷电刚才距离北风并不远 北风能够感知到 那一道雷电之中蕴含的狂暴能量 雷电落下之时 北风浑身的汗毛 都是被电吸附了起来 雷电落下的几率越来越高了 刚才那一道雷电要是击中我 恐怕我也会遭受到重创 北风的眉宇间带着深深的忧愁 再这样下去 恐怕有些麻烦了 雷电的速度太快了 一击落下 几乎不给人反应的机会 北风也没有十度的把握 能够避过落雷 如果能够散发出精神力 笼罩方圆数万米 北风还是有比较大的把握 避过落雷的核心 但现在 北风根本就不敢释放出精神力 天地间的雷电太狂暴了 如果散发出精神力 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场域 直接就会引来漫天雷霆 要是乌云再高尚一些 北风就算释放精神力也无所谓 但现在却不行 释放精神力只能够充当引雷震 而距离北风等人十几公里远的地方 数十上百万条先铃鱼 正向了一个方向赶去 丝毫不顾北风等人的尾随 家主 您进入房间休息一会儿吧 这里由我来吧 吕不上前 看着甲板最前方站立的那一道身影 恭敬地说道 北风摇了摇头 不用 武者与人斗 其乐无穷 与天斗 更是其乐无穷 经过无数次的挥剑 北风隐隐有所明误 自己没有修行过剑法 此时在一次次挥剑之下 北风却是隐隐对剑 了解更加深刻了 北风之前动用兵器 只不过是依仗着自己强大的身体 与雄厚的气血罢了 用兵器时 并不比拳脚师强 甚至更弱 只不过呢 是因为没有遇见厉害的武者 都是比自己还弱的武者 自然用兵器 还是用拳脚 都没有区别 而现在却不同 这一次 反倒是让北风真正地 沉下心来了解剑 在一次次挥剑中 北风每一次出手的力道 角度都在不断地变换 每一剑 都比上一剑更加完美 出手的力量 也在不断变换 一法通万法通 虽然不一定全对 但是 却也有相同之处 北风本来就是以拳脚功夫剑长 对自身的力量又是了若指掌 如必指使 就算之前对剑法没有任何的基础 但是仅仅是凭借着北风对于自身的控制 也能够进步训吗 常人念剑 只是基础的刺 斩之类的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这是修行剑法的基础 任何华丽的剑招 都是由基础的刺 斩 切之类的招式所组合的 威力不同 只是气血运转的方式不同 每一个人的经脉 气血都是独一无二的 同一种武剑 有两个不同的人修行 威力可能是天差地别 一个人适合那武剑的搬运气血方式 另一个人不适合 自然威力相差巨大 北风有些抓住了什么 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抓住 所谓的武剑 就是让这种武剑搬运气血的方式 更加适合自己 就如同行一拳一样 我行一拳练到现在 早就走出了自己的路 于点击上记载的搬运气血 与发力方式 已经有了细微的改变 变得更加地适合我的身体 吕布静静地站在北风身后 没有说话 北风确实陷入沉思 但每当有巨浪袭来之时 北风也会挥剑斩下